好 狗的最新鮮 正值万里蟹的盛产季 来到野柳鱼港 不只能吃到肥美螃蟹 然后用盒子装着 把它装在这中间 装在这中间然后丢下去以后 靠着那个气味来吸引 搭配假日限定的渔村导览 在大旦时下的真鲜宴 游客走访渔村聚落 还能品尝到现捞的海产 保证是原汁原味 若是喜欢接近大自然 来三支三河社区的三参步道走走 或者来当养蜂人 体验采风乐趣 制作蜡烛 还可以吃到蜜蜂烤鸡 最适合全家大小亲子出游 整个野柳来讲的话 它其实除了有 它有地质公园的地质地景 事实上它的渔村文化 非常的丰富 所以这次有北关处 来学来辅导 我们把这样的行程 把整个大野柳 把这个行程流程 把它带出来 那刚刚我各有看到 像万里县 现在在 不管你是用生活生态 但是后面一定要带生产 七个释放景点 让游客自己选择 而旅行规划 最怕沟通联络出了状况 交通部北关处 首次将资讯融入产业 协助沐风农场 山河社区 中角湾 冲浪基地等 七个在地业者 建立LINE的官方账号 让消费者可以直接和业者互动 推出了就是体验观光的行程 那预计是在11月25号会上架 那会结合刚刚有提到的是 马树社区的渔村的文化 跟非常丰富的料理之外 那我们也有经过 我们三支非常有特别的 山河社区的就是农村体验 那还有沐风农场的部分呢 也可以让大家来体验 就是当作如何去捕风 以及体验一些 就是采蜂蜜的一些DIY的行程 活生生的万里蟹 酸甜滋味的洛神花 及养蜂人家的农家菜 是在地人最熟悉的地方特色 但外地人却不一定知道 冬季旅游正夯 北关处推出了私房景点 让游客来到北海岸 轻轻松松旅游 业者也能够走出疫情寒冬 中家新闻黄少民金融报导